当一个盲眼的小女孩被绑架拐卖之后 她该如何逃出坏人的家里 这款游戏给了小女孩一线生机 小女孩的泰迪熊玩偶会成为她的眼 想办法用玩偶的视野来帮助小女孩逃脱 那么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呢 名字叫做Out of sight 就是视线之外 就完全非常贴合我们这个游戏的主题啊 因为我们这个主角呢 她是一个盲人小女孩 她被人抓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就关在小黑屋里面 那么现在非要不得说我们直接开始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游戏主角 她脸上贴着两个创客贴 看上去呢确实是看不见东西的 但是在她的这个卧榻里面啊 放着一只已经磨损的泰迪熊 然后这个游戏呢有一个设定 就是我们可以跟这个泰迪熊交换视线 我们泰迪熊看到的东西呢 就是主角所看到的啊 然后主角呢就可以感应到 你们看现在这个就像监控画面一样啊 主角呢她就可以通过泰迪熊的这个视野 然后来观察这个周围 当我们想控制主角的时候 就把泰迪熊放到一个位置 然后再来控制主角就可以 那现在她我们要跳出这个床铺里面 OK 我现在变成泰迪熊形态 电梯好像关掉了 电梯在哪 泰迪熊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控制主角跳上来 但是你们看那边好像也可以过去 这个是电梯对吧 那个上面怎么过去呢 这里跳不上去 电梯也是关掉的 行吧 咱们先从这个地方跳上来 跳上来之后呢 我们再操控这个泰迪熊 有什么声音 这屋子里面 还有别人 你们看在门的那边有一个 步履蹒跚的年轻人 这边也可以放熊 就是我们这个熊 它实际上充当的是一个监控摄像头的作用 我们把熊放到这上面 然后操控小女孩把这个箱子推一下就可以 这边好像是一个屠宰场 放工具的地方吗 我现在有点担心刚才的那个老头 他看到我们了 好像没在这边 那边有个楼梯 他是不是上楼梯了 把熊放在这边呢 这有个箱子 我应该推到哪去 看到这边有一个大箱子 可能是到这个上面来 跳过来 这里有什么 这是一个那种电闸的保险箱吧 应该是 但是呢 这个保险箱它被锁上了 电箱啊 可是我们该怎么打开这个锁 这边的话 其实也可以放上来 它有很多个位置 可以让我们放熊 应该说这些位置都是有用的啊 一个好的解密游戏 它不会设计一些累赘的东西 先把这个箱子推到右边的这个房间来 然后把熊带走 感觉这个游戏有时候 按键不是很灵活 不是很灵敏 这边也可以放 这个地方 这不就是我刚才睡觉的地方吗 这个花瓶看起来很脆弱 这上面可以走吗 门从另一边被锁上了 我先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把每个地点都看一下 暗板上面是不是 这边是不是有一把钥匙 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捡不起来 我要说这个游戏有时候真的像 不灵敏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什么设计呢 我为什么捡不起来 终于捡起来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就是我切出去一下屏幕 它就可以捡东西了 然后把熊带上 我们现在有了钥匙 那这个钥匙应该是打开保险箱的啊 楼上那个门可以打开吗 我来试试楼上这个门啊 根本没有开门的选项 这怎么走呢 这虽然是盲眼小女孩吧 但是这个身体素质也有点太超前了 超越人类的极限 好 这次我们把这个熊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箱子我也拿过来了 箱子的话 我们需要垫脚踩上去啊 打开保险箱 我就说这个游戏操作是不是有点 有毒 好 打开保险箱 可以通电吗 它好像不能通电 就打开了就打开了 就没有什么可以操作的空间 然后我们刚才是在这边看到了一个花瓶嘛 它这个花瓶很脆弱 意思就是让我们摔它 哎不对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花瓶摔碎的话 楼上那个人不是听到了吗 他不是下来抓我们 这个上楼梯的方式能不能再独特一点呢 人家是个盲眼小女孩 就不能一步一步爬上去嘛 这边呢捡起一个 这个应该是个保险丝吧 又好像一个灯泡 我得赶紧带着我的熊 回这边来啊 因为刚才他应该是听到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把保险丝放回去就可以了 好安装成功 看一下 电梯亮了 这保险丝是控制电梯的 刚才我们走楼梯 门从里面被锁住了 那看来是要走电梯 上二楼 小康家庭嘛 家里还有电梯 这个应该是货梯吧 应该是 你说一个电梯它不可能设计的这么矮的 我现在回不去了 这里有一个开关 但是我按不动 这边又有一个瓶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盒子 这倒是有一个可以放熊的地方 哇 这是放在钩子上面吗 这直接 勾进我的身体 太残忍了 我是一只这么可爱的太迪熊 怎么可以勾进我的胸口 让我好痛哦 这盒子里面什么鬼 怎么还有一个小孩啊 然后他好像拿了一个手电筒 可能只是个玩具小娃娃啊 玩偶 我现在要把玩具熊取下来吗 不对啊 我现在不能把玩具熊取下来 我现在应该做的是 上来把这个瓶子给他推一下 这个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 不对啊 但是我这个声音 可能又会把那个家伙给引过来 等一下 我先找个地方躲 怎么办 怎么办 我应该躲到这边来的 我应该躲在这个阴影后面 这都没看到我吗 我就在你旁边 这到底我是瞎 你是瞎子还是你是瞎子啊 他感觉他比我还瞎 现在我们把熊带上 熊熊 看来这罐子里面没东西 就是把它给勾引出来 然后给我们开门 看吧 就是告诉我们 要养成一个随手关门的好习惯 不然的话 让别人有机可乘 这边有一扇门 上面好像有两把锁 这个锁跟 那个保险箱上的锁是一样的吗 这边可以放 这是在客厅里面 但是放在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 这边有一把钥匙 这是在下面还是在上面 可以放在桌子上 钥匙在桌子上面 但是我跳不上去啊 我现在没办法跳起来 你说嘛 你说这地方 这电视机可以打开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好 他过来了 完了完了 我就知道这电视机会发出声音 那我现在得找个东西可以让我可以踩上去的 那边好像也有东西 这个沙发上好像也是可以放的 我们得过去看一下 那边好像是有一个盒子 可以踩的 怎么又发现我了 我不是趴着吗 好吧 好啊 那么现在呢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把这个小熊给举起来啊 举起来之后呢 我们的视野变得很高 而且呢 似乎这个人 他是不会注意到小熊的行动的 你看嘛 就是我们把他举这么高 但是呢 他好像完全不在意的样子 就那边也有一把钥匙 看来呢 是位置的话 我们是确定了啊 就是看他在这边烹饪 那边有一个超级大鸡腿 好像是个火鸡腿 然后我们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他会一会儿往前看 一会儿往后看 我想想 我应该打开这个电视机 然后立刻的 勾引他过来 然后我在 不对啊 他在他会检查电视机吗 哦 他会马上回来 感觉这个时间来不及 按我想的话啊 他一前一后的话 我们可以 利用这个时间差 比如他现在正在 往那边看 我们就直接钻过来 好 现在的话 他回来看这个鸡腿 我们就不动 等下他跑到那边去 做饭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 钻过去啊 好 现在就钻过来 这是一个钩子 不会吧 又要我把小熊 钩在上面吗 这也太残忍了 这边还有一个开关 那我懂了 应该是把小熊 钩在这边 然后的话 我要想办法 把这个箱子推过去 等一下 我先把箱子推到边缘 推到这个地方吧 然后 现在打开开关 熊就会 慢慢的往左边移动 在哪 他在这边做饭 就在这边给我提供一个视野 他背上这个衣服 好像是闪灵里面那个地毯 你们看 好 趁现在 机会难得 然后他马上又会 转过身来 但是我们不慌 但是我推过去之后 我怎么拿我这个熊呢 这个熊被卡在这里了 我走了 还好 这个熊他也会跟着走 好 我现在过来 箱子我拿回来了 然后我们 现在看一下 把小熊拿上 先过来 我们先把熊放在 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用这个箱子来跳 这就对了 拿到一把钥匙 我最多可以同时拿几件物品 我们先把这把钥匙使用一下 桌子这边的这把钥匙 我好像不能直接用 我应该把这个熊放在这边 好 然后使用一把钥匙之后 现在我的手空出来了 也许他可以同时拿两把钥匙 也说不定啊 然后我现在要把那个箱子推到 就是那个餐桌的那边去 推好之后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打开电视机 然后勾引他过来 是吧 然后我再从这个地方钻过去 不对吧 我那个挂熊的怎么不见了 我应该先把熊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过去 我懂了 完了呀 现在这个钥匙怎么又跑上去了 那我两把钥匙都要重新拿 这样这次我们先把这个熊放在这 我们先拿这边的这把钥匙 这个钥匙可能难度稍微大一点 我在这边先开电视机 然后电视机的响声吸引他 过去 我再过来 可以 这个拿东西我真是急人了 这个速度 恨不得拿了马上跑 现在不急啊 现在等他看完电视机之后 然后回来 他这个眼镜上面 那种白色光线挡住了眼睛 有点像名侦探柯南 先把钥匙擦在这边 然后桌子上那边还有一把 感觉这次还是非常顺利的 好拿到第二把钥匙 这怎么走太恐怖了都 这个下来的速度 这个小女孩虽然说眼睛看不见 但是 但是呢 他还会太恐怖啊 哦 怎么突然来了 这家伙 可恶啊 他把我的泰迪熊拿上了 我现在可以看到前面的状况 看来他肯定不知道 这个泰迪熊的视野 跟我是共享的 他要是不拿泰迪熊 就把我抓回来了 但是 他不知道这一切 都是泰迪熊在帮我 他怎么跑的 这什么玩意儿啊 跑这么快 结果还在原地踏步的感觉 好吧 我们也不要说太多 毕竟她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小女孩 好 那这个游戏呢 out of sight 就应该是结束了 好 游戏结束 你找到了所有被藏着的孩子了吗 哦 这个游戏 它还是有一点意义的嘛 这个游戏 它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的故事 虽然说我们这个主角 他成功逃出了升天 有这么一只泰迪熊 陪着他 但是如果是现实中 那些被拐卖的孩子 那些身体有残疾的被拐卖的孩子 不知道是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也是告诉大家 希望多多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是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